嗨 这里是德福电台 最近德福电台收到了很多 天南地北的故事 我也很想将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你想先听哪一个 她用心里话也换来了爸妈的心里话 姐姐过完年又要回去了 要是留在家里工作该多好呀 妈 我想再试试看 不想以后后悔 行吧 我和你爸就做你坚强后盾 彼此想法不一样 但一样关心对方 跟家人分享德福 一起聊会儿吧 他们都还记得对方的小习惯 只要敞开心扉 就能回到从前 我们上次剧是啥时候 停酒了 我记得你不太吃甜的 特意给你半糖的 这点烦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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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家人在一起的愿望 也可以跟更多人分享美好 以前我和我丈夫都要出去外面打工 是德福他学院教会了我开民宿 现在我不仅能照顾到家人 还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把在他学院学到的 跟姐妹们分享 一起做得更好 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 我也越来越喜欢现在的生活 让我们从一块小的力开始 也更多去分享吧 有福同享 年年得福 这里是我的分享 忙碌了一整年 春节暂时卸下负担 陪为家人 给生活做减法 快乐会更多 相信这会是新年里 最丝滑的一份福气 新的一年 无论多忙 都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生活 有福同享 年年得福